様々統奏 第五一週聽說 基礎值還不夠 所以leben物不會這麼快 很多 Hemopy 我們看到海中琳琳jat 換成海中 你說這個5%快要結束 但不可能 十五到二十 還有好遠路的 pattern 所以接下来他们就会走双北洋会再烧上来 所以来一个全国20%是每个地方都会烧 应该是分开每个地方去看各自大概都15-20% 根据他自己都市化的程度跟当地居民到底对这个防疫用不用心 那再分享一下病房 为什么还是要关注说这个病人数到底有多少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维持医疗不要崩坏 所以每次都在分享这件事情 那橘色的这件事情是双北 双北的病房目前是持平 专责病房的部分是持平 所以意思就是他也没有快速的下降 他现在就是持平 有一些空房30%左右 但是大家也知道有房没有人 所以其实有点紧风 但是中南部是一直上升 那中南部跟北部不一样 是因为中南部的医疗医学动情 事实上是非常的稀少的 就那么紧接散落在这里的 然后剩下的医疗医院保的也保的 撑着住的也没有太多的人 这样的所以其实中南部像今天我分享 那我们有他的那个比例 把他剩下20% 他刚才并没有稍微高 所以像ICU的部份也是一样 中南部是一直在上升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意证 我想说我们可以再次这样降下来 就是给给全国的 谢谢大家